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许多产业受到冲击 生活步调也被波及 本台各节目从经济及神学角度 分析这次的风暴 希望鼓励并陪伴观众朋友 度过这段艰辛的时刻 接下来疫情时间长短 你可能把顾本的比例来得更高一点 本来你是50%的就拉到70% 然后你愿意风险操作 你本来10%就是多到5%这样子 但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现在疫情都已经很难活下去 那有钱就是投资 那你就静观其变 所以你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在面对前面这三个月 疫情的时候 我的短期做法是什么 可是要去思考 那之后呢 整个现在大家生活改变了 行为改变了 然后呢结构都改变了 那我三个月之后 我的中长期的计划是什么 很多时候在风暴当中 我们常会思想 到底我做了什么 面对到这样一个环境 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一直在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 很多人把他 所有一切人生的盼望 什么都压在一个东西上面 对 所以当这个可能是你的事业 或者是你所经营的 那因为你全部压在上面 它一有变动的时候 你整个人会崩溃 所以为什么信仰很重要是 你其实应该把信心放在信仰 对一个信心很大的人 风暴也像晴天 对一个恐惧很深的人 这个栩栩的微风也像是大风暴 现在我们在鼓励各个行业 各个公司能够从老板到主管到员工 我们能够在一起有一个自救的行动 就是我们大家能够一起齐心来找出路 那么除了个别的公司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也要开始来做结盟 透过这个连结我们可以从彼此的身上来学习 而且力量就会更大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更需要众人的齐心努力 攜手渡过难关